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又是我馮茂光和大家评论政局的时间 今天因为我是身处澳门 就会和大家讲一下我过来澳门的一些经验 当然我从内地过来 也讲一下我们香港防疫的看法 接下来大家喜欢我的评论 希望大家赞好分享和留言 订阅惠勞STARTALK 按一下小铃铛 到时有新片出的时候 系统就会通知你的 大家看看今天我身处的地方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来了澳门 你看到澳门的酒店 看出来的情况 虽然有些雨 但这里就是小铃铛 你见到威尼斯人、新豪天地、伦敦人 的酒店 虽然天气不太好 看出来未必是相当漂亮的 那些云很漂亮 但看到也是相当壮观的 当然澳门的经济主要基础 都是赌业 当然赌业遇到现在的阻滞困难 当然澳门如何处理 我就不方便去评论 但我想讲下就是 我过来澳门 譬如我由大湾区中山珠海一带过来 其实我只需要在星期日 即18日做了一个核酸 当然一些盛可医院 然后当晚我出了报告 当我出了报告之后 这个报告是阴性的 我就去到25日 即是七天之内都有效 我就可以憑着月康码 再转换澳门的健康码 那就过关 过关的时候 因为我是近疫情之后 第一次过关 要求我再向一些防疫人员 填一张方向指 其实都是告诉你 我那个行蹤 我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 就在中山珠海和上海 逗留过这十四天里面 他看过之后 都不是来自我们国家的高风险地区 据我所知现在主要应该是 云南瑞丽 我由于不是来自那个地区 所以我很容易拿到那张方向指 于是凭着我的身份证 我就进入澳门境了 我在澳门 我就可以这几天在澳门旅游 接着我可以回到广东 因为我已经做过核酸 核酸是七天之内有效 当然具体的政策 两地的关口 无论澳门或者广东 怎样去处理 应该就要看疫情的变化 但大家会看到澳门和内地 最低限度可以自由往来 我想很多香港朋友都很羡慕 就不需要隔离十四天 再加七天的家居监察 香港要通关 我刚刚看完梁卓伟教授 在七月十四日的一个访问 他都说得很好的就是 必游之路一定是我们的接种率要高 而他也提到 譬如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 你要上学 就一定要接种所有的疫苗 现在美国很多学校 很多高危的行业 譬如医护都为我们接种 但香港偏偏就不是这样 我觉得香港一定要下大决心 大力气和有个魄力去解决问题 譬如你不接种 那不要回学 你除非拿出一些认可的医生的纸 我觉得好像国安法那样 要一些认可的医生 而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认可 因为确实有些医生出现 似乎比较松手地出一些医生纸 政府便可以出一个名单 譬如说我有二百个医生 这二百个医生我是送一个的 你就去找医生纸 这些医生可以是私家医生 可以是公立医生 一定会有私家医生走出来 搞司法科学 就慢慢打 打一场官司有时间搞的 但中间就是只要他不会成功生成了禁制令 你就照做 老实说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AO 即政务官 不应该再担心什么私立复合 我们要有所作为 正如夏宝龙主任在7月16日所说 我们的特区政府是要敢于斗争 这个斗争不是要做什么肉体的伤害或者暴力 而是我们在思想上 在行为上 在政策上我们敢于同一些错误的思想行为 错误的一些想法斗争 我们要用措施去应对它 我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由于近年多生活在大湾区 得到一种很大的自由 周围走 960万平方公里周围走 我来澳门也只是做核酸就可以了 但是我回到香港 我回到大湾区 最少要隔离 十四天在酒店 然后再有七天在家隔离 无端端有二十一天 行动是失去自由 这样根本做不到通关 没有办法做到人流往来 因为没有人牺牲二十一天去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去接种 而且一定要下大力气 高危行业医护 高危的年龄群组 长者 学生 上学 一定要接种 要不然不要做 这就是个决心 这就是个魄力 好 今天就讲到这么多 好 多谢大家 让大家再看看澳门的情况 我们就停了影片了 我们下期再见